這個部分呢其實在雲端裡面呢也有放 我剛剛看了一下 在那個我們的雲端裡面 不過你要找函數練習裡面的文字與資料函數 那這邊有個程式碼 程式碼裡面 這邊就有程式 我剛剛點擊把它彈出 彈出之後呢 裡面就有我剛剛講的 也是表單 這個表單有沒有 姓名 生日 雪形 雪形是下拉的 對不對 電芯葉子有三個 應該沒問題吧 不過感覺會稍微複雜一點點 最重要應該是這個 這個東西 這個是從哪邊呢 從這邊 拉一個過來就可以了 OK 好 那再來程式該如何撰寫 其實剛剛講的那個 有沒有一樣是新增資料 就是這一行 有沒有 就是一樣放在 後面是什麼 它的上一列 它的上一列怎麼表示呢 R-1 上面那一列 再加1 有沒有就寫好了 就是這樣子 OK 要懂那個邏輯吧 其他的程序都在這邊 你就照著做就OK了 那差別是說 當user form 當表單怎麼樣 被啟動的時候 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 那個下拉清單 我取名叫 CB01 有一個方法叫 Add Item A-B-O-A-B 就是說要增加清單進去 不然的話 你那個清單 沒有預設值可以放 所以必須在什麼 表單被啟動的時候 放這個清單 這個恐怕會比較 比較不一樣的點 那另外 如果你實在是 做不出來沒關係啦 其實你會發現 我已經幫你把Home放在這邊了 這個Home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的表單 做完之後 我把它匯出了 匯出之後 你只要匯入 你就會看到 跟我的東西一模一樣 懂意思嗎 也就是以後你做完之後 你也可以把它匯出 匯出可以把它備份起來 那怎麼做 我注意給各位看 把這個點一下 上面有個下載 如果你要看到 跟我一模一樣的 結果的話 先下載一個關閉 記得一定要下載兩個 都要下載 因為它一個是F-R-M 一個是R-F-R-X 然後呢 把它點擊開 在資料寫中顯示 有沒有 就再放在這裡 那我不知道位置 我就把它按右鍵 我的習慣是編輯它的位置 它是放這個路徑 先複製起來好了 因為等一下 它到時候找不到這個路徑 接下來做什麼呢 切到那個 我們的Visual Basic裡面 它本來沒有 沒有做好的任何錶單 對不對 我們原來是插入錶單 不過現在我用匯入錶單的 就是匯入一個完成的 就我做好 之前我做好的 按右鍵 這邊有個叫什麼 匯入檔案 有沒有 這個匯入檔案 你可以匯入 錶單也可以 模組也可以 模組這樣也可以匯出 也可以匯給別人 然後呢 就把它貼上 這個download路徑有沒有 然後呢 這裡面就會出現一個這個 home.frm 雖然這邊顯示一個 但是記得你要兩個都下載 而且要放在一起 像之前的同學想說 老師我看到一個 我就下載一個 結果一直匯入不成功 特別是它是連在一起的 另外一個雖然看不到 但是也一定要有 按開啟 這個時候有沒有發現 錶單 我本來什麼事都沒做 這個時候打開來 你會發現 我之前做好的 全部都在這裡了 所以如果你們要參考的話 也可以利用這樣的方式 來做 那比如說呢 我今天希望把那個錶單 給叫出來 試試看能不能填成功 也是一樣把它執行 有沒有 就跳出來了 那我來試試看 比如說我填 隨便填個AAA好了 然後來生日是1970年的1月1號 雪形下拉出來了 有沒有 點一下 然後這個只能輸入兩碼 所以我不能再輸入了 然後這個只能輸入三碼 有沒有 這個也是三碼 OK 按個新增 還有一個 手機的這一個 這個模組 我們之前是不是有個寫一個手機的一個函數 所以特別注意 這邊還漏掉一個方選 那怎麼辦呢 你就把這個我們之前寫過那個 這個有個有沒有看到一個手機的函數 因為我會用到一個叫手機的這個方選 所以你把這個手機的方選 Ctrl C 一下 再貼到那個我們這個底下 或者你新這個模組貼上也可以 貼到這邊 這樣子他才可以找到他 因為我是利用這個去帶給他 幫我把結果帶出來 這邊的話直接執行 一樣是假設AAA 學行一樣可以用選的 這邊當然長度 OK 那輸入完之後的話 我們一樣按個新增 他就會怎麼樣 幫我把這個資料新增到最後 並且優標放在上面 OK 優標好像我沒有把那個寫上去 那我們來看一下 有沒有新增這一筆 有沒有101AAA 有沒有 直接就新增一筆到這邊 而且我自動把那個 我的就是手機 直接把值帶過來 OK 這裡的話呢 如果你們要練習 可以這邊可以有一個這個 OK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什麼時候要宣告什麼pibit 啊 方選 什麼時候宣告什麼pibit 一般的話就是public 剛剛那個也有pibit 如果你是表 就是你是表單裡面用的話 個別就是說 內部使用當然就pibit 如果你是給其他表單可以呼叫 當然就public 一般預設啦 比如說像那個 每個事件裡面的那個程序 多半都是設定為private 不過暫時我想你們先還是 這個你們暫時可以 因為這個還講這個可能太 因為主要是全線問題啦 就像你這個東西要不要給別人去使用嘛 這個資料夾要不要給別人使用 到底差不多啦 只是說那個全線的問題 別人能不能呼叫 不過現在我們還沒有交到這個 要不要呼叫的問題啦 所以這個我想暫時是 不過那個方選部分喔 如果你要在那個插入函數裡面 能夠被找到一定是要public 如果你不是public的話 它插入那個函數裡面 就會找不到這個方選了 你把它改private的話 它就找不到了 那這樣的話 等於是你private 就是變成你這個模組裡面 才能夠被呼叫 那假如表單要呼叫 那個你private也找不到了 就是因為你 假設你是跨了表單呼叫模組 那你就是有全線問題 OK